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偶尔更有一阵惨叫声响起 苏义和花信封所在的房间也遭受到冲击 但每当有鬼脸妖风冲来 就会被苏义探手擒下 拔掉他们的獠牙 随手收起来 就和守株待兔的务势的一抓一个准 半个钟时间后 华月楼穿众人终于击溃鬼脸妖风的袭击 朝远出海面掠去 再离开那一瞬 苏义远远地看到 那一片绿油油的荷花深处 悄然出现一道身影 这是一名身披黑色斗胖 肤色白皙如玉 眼瞳碧绿妖艺的男子 腰盘挂着一条攀绕起来的星红长边 手中拖着一个赤红如血的葫芦 他似乎察觉到了苏义的目光 不经一正 旋即抬起手 笑着朝苏义挥了挥 就如在为老友送行 而后 这黑衣斗篷男子的身影悄然消失不见 又一个夺射者 苏义眸光深邃 牢牢记住了对方的样貌 公子 你在看什么 花信封问 一个向我挑衅得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最好祈祷别让我抓住他 苏义淡淡开口 他目光看向花信封 把刚才那黑色斗篷男子的模样描述了一遍 问道 你可知道此人是谁 花信封摇头 道 若对方是夺射者 其身份就很难猜测了 这种家伙也最擅长隐瞒自己的气息和来历 就像大秦六皇子秦福 乾隆尽宗宗主聂晴空 若非公子提醒 我都不敢想象 他们竟会是夺射者了 苏义不再多想 这次遭受鬼脸妖蜂的突袭 对他而言 反倒是一种好事 轻轻松松收集了六十余对妖蜂獠牙 和白捡了一批五品灵彩也没区别 经此一战 也让花月楼船破损大半 满目创仪 事后统计 船上的九位先天五宗人物遭难 对鬼脸妖蜂杀死 这样的损失 让掌控此船的顾京兜兴都在滴血 脸色阴沉难看 秦栋虚等人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才刚抵达乱临海不久 就碰到是这样一场祸事 自然让人心情很差 不过 接下来的路途上 倒是风平浪静 虽也遭遇了许多可怖的天灾 但都有惊无险地避开 两个失差后 远远的 一阵缥缈的提鸣声传来 在天地间不断回荡 犹如婴孩哭泣之声般 极为甚人 到了 化月楼船上 秦栋虚平来而立 目光灼灼 露出期待之色 在他身边 顾清都 成真等大人物 也都把目光齐齐望向远处 神色间浮现出 一制不住的震撼 就见极远处的天地间 有神西征藤 光霞如仆 这壁千丈范围的天地间 趁着那片天地一片 惶惶神圣的栖息 而在虚空中 则有一座天宫师的建筑浮现 直四有无垠高大 同体四由神经仙玉堆砌而成 弥散出万千道神宏 一眼望去 就如神仙齐居之底 公子你看 那便是群仙剑楼的 一记力量所化 这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悬浮在此 吸引天下修行者前来 花信风临谋发亮 满脸期待 只看这等旷是一项就知道 那一记之中 定有了不得的造花问世 苏毅远远眺望 凝视片刻 到这地方 的确是一个机缘之地 可同样 也充斥极大的凶险 接下来的行动中 莫要谈念什么宝物 先摸清楚那其中的玄机 再动手也不迟 在他眼中 那虚空中 在神圣辉煌的景象 也掩盖不住一股 冲销而起的杀气 花信风点了点头 他内心也有些紧张 毕竟 此次行动中 竞争者极多 会发生诸多不预测的凶险 该死 有人早已截足先登 进入了那一座遗迹中 末地 楼船上响起 秦洞虚震怒的声音 众人顺着他目光看去 就见虚空中那一座 宛如天宫般的建筑门庭前 两扇足有施障高的 大门早已开启 门内光下阴晕 看不清楚究竟 按照之前的推断 不是说这一记入口的封禁力量 会在三天后才能消散吗 顾卿都皱眉 肯定是有人提前动手 破坏了那封禁力量 尤长空脸色阴沉 一想到一桩天大的造化 竟然被人抢心一步 这些大人物谁能不胶着恼怒 诸位莫及 这等一记之地 凶险莫测 就是提前进去 不见得就能第一时间夺得造化 秦洞虚深呼吸一口气 沉生道 更何况 哪怕其中的造化被他人得到 我们一起出手 再将其夺过了便是 走 我们也进去 说着 太帅先行动起来 当即化月楼船上的强者 皆飞掠而起 跟在秦洞虚后边 朝远处虚空中的天宫中掠去 一群人浩浩荡荡 进入那天宫大门后 身影便消失不见 没有人注意到 苏义在进入这扇大门时 目光朝远处的海面扫了一眼 而后就收回目光 走了进去 那家伙是谁 神念力量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还是下方 足有百丈深的地方 一个身着性黄道袍 模样俊修的少年 脸色微微一变 若葛昌灵在 一眼就能认出 这少年正是他的弟子葛迁 怕个求 进了那群贤剑楼的遗迹 也和主动送上门的韭菜 没什么区别 就等着被人收割吧 葛迁深魂中 一道苍老的声音悠然开口 老家伙 你确定这群仙剑楼内 真的是一个被人提前布置好的杀菊 葛迁神色明孽不定 既是杀菊 也是机缘之地 有人打算一箭双雕 收了机缘 再黑吃黑 把那些个被机缘引诱过来的韭菜都收割了 苍老的声音微微有些凝重 这样的浑水 我们还是不去掺和为妙 隔千吃地笑起来 一千十号 你不是经常怂恿我去冒险 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 这藏青大路上 还没有谁能威胁到你吗 话语透着浓浓的讽刺味道 那苍老的声音恼羞成怒斑 恶狠狠道 你小子懂个屁 我们前来的这些天里 起码见到了三个夺舍者 出此 还有一些远辅静邪修 最弱的角色都有壁骨静修为 以你小子如今那先天五宗静的修为 哪有资格和他们掰手腕 顿了顿 他唏嘘道 老夫也曾是屁腻珠天星空的大人物 黄静见我也低眉 不敢不静 不曾想 如今却沦落到 仅仅只剩下一缕残魂 若非如此哼 就那些个小蝼蚁 老夫翻手可灭 葛千梅好气道 行了 什么时候你能改掉这种吹牛的习惯 我起码还能高看你一眼 说着 他眉头微微一皱 奇怪的是 那苏义却至今不曾显现踪迹 他难道对这等旷石机缘不感兴趣 谈起苏义 那苍老的声音变得严肃一些 到或许 那家伙早已经来了 只是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 是吗 我可真想见识见识他的风采 葛千悠然向往 前不久的时候 他从大洲北江浑明海深处返回后 就听说了有关苏义的一系列轰动大事 惊得浑身直冒冷汗 这才多久 那苏义就强大到杀戮地神仙 如杀鸡宰狗的地步了 震惊之后 他就感到无比庆幸 当初没有去找苏义的麻烦 否则 倒霉的注定会是自己了 你想和他动手 虽说你和他一样是先天武宗 并且修炼的乃是本作所传授的玄武真气经 论底运和战力 也足以跨境界去灭杀这世俗中的碧骨镜角色 可你若真遇到苏义 不等那苍老的声音说完 葛千就打断道 我只是想见识一下他的风采 远远地看一看而已 谁说我要和他打架了 我还想多活一些日子呢 苍老声音逼了半天 突出一个字 怂 恨铁不成钢 葛千不以为然 忽地 那苍老声音似察觉到什么 急促到 连运转玄武必息绝 葛千心中一阵 来自谨慎小心多年磨炼出的本能 让他第一时间就按苍老声音所说 运转密法 将一身气息彻底内裂 整个人宛如没有了生机 化作一块冷冰冰的海底结石般 啥 几乎同一时间 一股恐怖的神念力量扫过这片海域 宛如来自神奇的窥视 带着让人窒息的强横威压 那一刹 葛千毛骨悚然 而远处海面上 则平须立着一个足有十多丈高 宛如一座小山峰般的白色巨园 巨园眼神清澈平和 双臂抱胸 手中握着一柄杖许长的金色大戟 而在其宽厚的左肩上 摆着一个蒲团 一个女子穿着一袭素裙浴袍 懒洋洋坐在其上 女子女扮男装 唇红赤白 俊秀十足 其右手中握着一柄雪白雨扇 轻轻挥动 一袋闲散 她就宛如了游山玩水式的 远远望着那群心见楼的遗迹 半想才笑道 冲阳 走吧 去那不归岛瞧一瞧 等过段时间再来此地 宛如山峰般高大的白色巨园 微微汗手 光经道 是 师真 本集播讲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播讲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三百七十七章一桩机缘 当这一人一元离开后 那一股覆盖这片海域的恐怖神念力量 这才消失不见 海底下 早已紧张之急的葛谦如是重负 而其神魂中 那苍老的声音沙哑开口 没想到 这乱领海中竟来了为领导的修饰 葛谦揉了揉僵硬的脸颊 难难道 这是到怎么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要不咱们还是离开这乱领海吧 那苍老声音沙的怒吼 本座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如你这等胆小的混账东西 这次你若敢离开 本座保证再不传授你任何修炼心得 葛谦一呆 玄奇无奈窥探 我只是说说而已 他心中已开始盘算 该如何在这凶险四伏的乱领海 苟活下去了 群间剑楼一寂内 一重重恢弘电与临刺之笔 错落矗立 宛如一个巨型迷宫般 处处都是古老阵法的痕迹 虚空中 覆盖着一重无形的结界光幕 一旦靠近 就会遭受到结界力量的轰杀 那等微能 就是圆道修饰也扛不住 这也就意味着此地根本无法顿空飞行 秦冻须手中有着一份密图 带领着众人穿行其中 一路上竟是极为顺利 可让他们神色难看的是 一路上 他们也发现了许多藏有机缘的地方 可无一例外 皆早已空空如也 明显被人提前一步夺走了 秦兄 你这份密图是从哪里获得 莫非那些提前进入这片遗迹的家伙 同样也拥有这样一份密图 顾京都忍不住问道 事到如今 我也不隐瞒 我这份密图 是聂兄所赠 聂兄 你如何看待此事 说话时 轻动须目光看向 乾隆建宗宗主聂行空 所有人都露出意外之色 把目光看向聂行空 聂行空神色平静道 这份密图是聂某 从一位好友手中得到 至于他是否赠予其他人 聂某就不得而知了 众人眉头皆微微皱起 察觉到有些蹊跷 敢问聂兄你那位好友是谁 顾京都眸光如电 沉声问道 聂行空摇头道 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诸位也看到了 我们这一路走来 若无这一份密图指引 怕是根本不可能顺利地走到这里 这一点 众人皆无法否认 这群仙剑楼一记中杀鸡重重 到处是古老近镇的痕迹 若不是有这份密图指引 他们怕是早遭遇到诸多不可测的杀劫了 走吧 继续前行 沉默片刻 秦动须带着众人继续上前 苏义和花信封走在队伍的最后边 目睹至一幕幕后 苏义传音道 聂行空这夺舍的身上有问题 极可能充当着内奸般的角色 我怀疑 他以一份密图为诱饵 为的便是把秦动须这些人引诱到这里 花信封漂亮的谋悄然一鸣 道 这么说 从一开始的时候 这群仙剑楼一记 就是一个被人惊心不知的陷阱 有可能 不过 此地所分布的机缘应该是真的 否则断不可能闹出如此大动静 苏义随口道 公子 你说着聂行空该不会和我们的打算一样 既要纪元 又要黑吃黑 把那些老家伙都给坑 那吧 花信封带眉为咒 苏义淡淡道 那就要看看 和聂行空联手之人 究竟是否有这样的能耐了 该死 这一座灵池内生长的神耀 明显刚被人摘走 苏义一群人来到了一片建筑群内 这里矗立着一座座古老的殿宇 中央处则是一个百丈范围的道场 道场一侧 是一个月末三丈范围的池塘 池塘早已干涸 只剩下一滩黑色淤泥 此时 尤长空探手从那一堆淤泥中 抓出一些根茎 物资残留着惊人的灵性气息 这明显是极为珍贵的神耀 可却被人提前一步摘走了 这让尤长空脸色颇有些难看 废了这么大劲 前来群仙剑楼的遗迹 可这一路上 但凡遇到的存在着 机缘和宝物的地方 几乎无一例外 都被人提前一步抢走 这滋味可太不好受了 秦动须深呼吸一口气 吩咐道 搜一搜这附近的建筑 看是否有没有被那些对手 发现的宝物了 当即 众人分散行动起来 苏一张指尖 握着真灵密符 这一瞬 随着他催动此符 很快 密符微微一颤 其上出现一丝玄妙的波动 来这边 苏一感应着那一丝波动 和花信封一起 朝西南角的一座殿雨行去 从进入群仙剑楼开始 他就将真灵密符握在掌心 一路上凭借此宝感应过多次 可全都一无所获 也是此时 这块密符才总算有了一些反应 西南角殿雨内 当苏一和花信封进入其中时 商落雨和另一杯赫然也在其中 两人正立在一方摆满了卷轴的暗读前 一一翻阅那些卷轴 可让两者皱眉的是 那都是一幅幅画卷 绘制着花鸟虫鱼 锦绣山河 日月星辰等等景象 寻寻常常 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留意的 当苏一和花信封进来时 商落雨两人已将那一幅幅画卷 快速地翻越了一遍 扔得满地都是 看到苏一和花信封 商落雨眉梢微皱 谋则泛起一丝冷意 转身而去 鲫鱼杯则微微一笑 道 这里没什么好留意的 两位请自便 说着 他也转身离开 这两个家伙之前不是视若仇敌吗 花信封有些意外 关心这些做什么 苏一一阵摇头 目光扫失那散落一地的卷轴 半想后 沉脚呼地泛起一丝糊涂 道 这群仙剑楼 定然是妖修宗门了 否则 断不可能掌握着属于妖修一脉的 古老秘书小天星障眼法了 小天星障眼法 花信封一正 就见苏一秀袍一辉 将那散落一地的卷轴收起 足足有三十六个 而后 他来到暗渡前 就见暗渡表面 凿刻着三十六条交错纵横的线条 他屈指一挑 一缕火焰落在暗渡上 哗啦 火光月动 无声无息的 暗渡上那一道道线条 竟把人活过来般 一一浮现在虚空中 勾勒出一副神秘的图腾 四三十六颗星辰在循环 缭绕斑 这一幕 让花信封 毛子一亮 就见 苏一一抬手 三十六个卷轴 在虚空中 一一扑沉开 冲向那虚空中的 神秘图腾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那每一幅卷轴 服一接触到那神秘图腾 就苏尔坚化作一道光 融入那神秘图腾中的一颗星辰上 三十六幅卷轴 恰好对应三十六颗星辰 汪 当所有卷轴消失 那神秘图腾散发出灿灿星光 苏尔坚就凝聚成一枚金色欲剑 花信封内心不由一阵阵颤 化复朽为神奇也不过如此 若非亲眼所见 他恐怕也会和伤落鱼 另于悲一样 只当那些卷轴皆是寻常之物 置之不理 苏尔将金色欲剑拿在手中 神念感应其中 就见其中记载着的 是一门名幻星辕翠神书的神魂秘法 倒也颇为玄妙 称得上是一门古老的神魂秘诀 可苏尔却有些失望 他哪可能会缺少修炼法诀了 对他而言 哪怕这金色欲剑中记载的是一些 和群仙剑楼有关的事情 也要远胜这样一门神魂秘法 公子 其中记载的是什么 花信封号其道 苏尔正要将金色欲剑递过去 末的一道声音从大殿门口传来 哈哈 多谢周兄出手 帮我和洛宇姑娘参破这一桩机缘的真实面目 就见鲤鱼杯和商洛宇一起 走了进来 鲤鱼杯满脸笑意和惊喜 商洛宇没烧尖则浮现一抹惊意 似没想到 所以能从那些稀松寻常的画卷中 硬生生破解出一桩机缘来 周兄 还请将这金色欲剑还给我们吧 鲤鱼杯上前 笑容满面 作为仇谢 等回大秦时 令某定会请周兄好好喝一顿酒 苏译我了一声 花信封不禁热了 道 鲤鱼杯 你也是堂堂红莲剑服辅主 大秦年轻一代的传奇人物 怎会说出如此无耻的话来 鲤鱼杯脸上笑容变淡 皱眉道 两位 这地方可是我和洛宇姑娘一起发现的 并且之前那些画卷 也经由我们两个查探 只不过是刚才时候 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中玄机而已 花信封气的柳梅道树 瞎子都能看得出 鲤鱼杯是来抢机缘来了 他刚要说什么 大殿门口处 秦栋区 顾清都 成真等大人物们已走了过来 当看到苏译手中的金色欲剑 这些大人物毛子皆是一亮 有些惊讶 从进入这群仙剑楼至今 这还是他们会到的第一个机缘 可谁也没想到 这个机缘却会是由这个来自大厦的周易发现的 这是怎么回事 轻动虚问 鲤鱼杯脸色微变 宣吉把之前发生的一切说了一遍 话里话外就是 这机缘是他和商洛鱼先发现的 离当归他和商洛鱼所有 那些大人物人老成精 哪会看不出 鲤鱼杯是抢词夺理 打算抢占这桩机缘 便在此时 商洛鱼轻声道 各位前辈 我和鲤鱼杯都已决定 将这桩机缘献出来 由我们所有人一一观目参悟 此话已出 轻动虚等人顿时心动 本集播讲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播讲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三百七十八章真灵腰本 花信封脸色阴沉下来 这该死的商洛鱼 可真会抗他人之凯 苏语自始至终立在那 淡然自若 冷眼旁观 不过 当听到商洛鱼的话时 他不禁笑了笑 周小友意下如何 勤动须目光看向苏语 其他大人物也纷纷看过去 一股无形的压力 也是全都聚在了苏语身上 见此 鲤鱼杯和商洛鱼的眼神 泛起一丝幸灾乐祸之色 一门修炼神魂的秘法而已 给你们便是 苏语随手将金色玉碱 抛向商洛鱼 就像丢出的一根骨头似的 可苏语内心深处 以泛起一丝杀鸡 可苏玄君行事 向来是我给你的 你可以要 我不给的 你不许抢 哪怕是一根喂狗的骨头 也不行 众人皆有些意外 似没想到 这大下来的年轻人 竟如此失去 玄机 众人都笑起来 不错 周小友此举 可谓是高风亮节 令我党也钦佩不已 勤动须满意地点了点头 其他大人物的神色也缓和不少 只有商洛鱼心中 犯起一丝莫名其妙的寒意 尤其当苏语那深邃淡然的眸 看向自己时 就如盯着一个死人般 毫无情绪波动 这家伙定然是把我 恨到骨子里了吧 商洛鱼心中暗道 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一个来自大厦的家伙 得罪就得罪了 没什么可在意的 很快 他们一行人离开了这片区域 继续朝群仙剑楼遗弃身处行去 路上 时不时能听到 秦洞虚等人发出的惊叹声 他们看过了那金色玉剑内的 星园翠神树 意识到这是一门极罕见的 神魂修炼之术 一个个剑如霍之宝 没烧泛起喜色 就是令狱备和商洛鱼 也颇为高兴 目睹这一幕幕 苏义不禁暗自摇头 一门神魂修炼之术而已 却令他们如此高兴 就像没见过世面的叫花子似的 公子 你真的不生气 花信封传一问 他一路上一直在观察苏义的神色 却发现后者根本没有流露出 任何的不悦和怒意 不值得 苏义随口道 生气不至于 杀人的心刀是有 而且很大 那就好 等找到了机缘 再收拾那些老家伙 尤其是商洛鱼这女人 我非好好炮制她一顿不可 说到商洛鱼 花信封恨的牙痒痒 两天前在天水山庄的夜宴上 这女人身为东华剑宗传人 却为了和秦洞虚等人一起合作 不惜和其宗门的太上长老云郎上人撕破脸 在之后 秦洞虚等人要试探苏义的实力时 这女人更是主动出头 不知死活地要和苏义对决 若不是秦夫掺和那一脚 怕是早被苏义一顿毒打了 而现在这女人更是过分 竟直接把由苏义获得的一桩造化剧为己有 献给秦洞虚等人 这一切让花信封哪能不恨 当一只羽翼未封的雏鸟 突然间获得苍蝇般的力量时 难免会妄自尊大 自以为是 苏义随口点评道 就像这商洛鱼 获得那一把颠蟹骨剑的认可 带给她的除了力量 还有自以为是的狂妄心态 花信封听罢 身以为然 人贵有自知之明 最难做到的也是自知之明 这是 末帝 秦洞虚等人驻足 吃惊地看相颇远臭 那是一片炎武场般的地方 极为广阔 光滑可见的地面上 躺着十余道尸体 有男有女 有劳有少 死状皆极其之惨 那尸体污渍还在躺穴 众人心中皆是以领 警惕起来 这一路上 他们有密途引路 不曾遭遇任何危险 这本就显得极为反常 直直看到那些尸体时 众人心中皆涌起一抹寒意 愈发感觉不对劲了 你们看 这是紫风剑斧 辅诸柳莫寒 过精都道吸一口凉气 难以置信地看着其中一道尸体 那是一名黑袍中年 眉心之地有一个血窟窿 胸膛都被破开 丝撞甚人 秦栋虚他们脸上微变 柳莫寒也是成龄多年的 碧骨镜中期修士 在大秦修行界 也称得上一流 可现在 却横施于此 老天 这是八级剑斧 辅主莫寒之 云岩山碧骨镜妖修落图 吃牙领散修铁莫楚 又是一道惊呼响起 就见游长空瞪大眼睛 满脸惊蓉 在场其他人皆面面相觑 神色间尽是凝重 那一个又一个尸体 生前皆是大秦境内 威名远扬的修士 跺一跺脚 便能让一方将御镇三镇 世事所无者 只能仰望的陆地神仙人物 可现在 皆暴毙于此 死状触目惊心 他们他们这是遭遇了什么 秦洞虚惊仪 成真双手合十 声音沙哑低沉 道 此地并无战斗的痕迹 并且这些尸体上的宝物 皆早已被搜刮一空 若贫僧没有看错 他们当时被其他人所杀 抛尸于此 众人这才注意到 正如成真所言 这附近区域中 的确没有战斗留下的痕迹 且那些尸体上 也根本没有任何宝物 无疑这是有人杀人抛尸 难道是阴煞门门主通星海和那些邪道老魔头所为 轻动虚神色阴晴不定 这些尸体还残留着余温 明显刚死不久 肉不出所料 在接下来路上 我们极可能也会碰到类似的杀截了 成真轻语 说话时 他目光遥遥望向一记更深处 诸位请看 那极远处地方 有神灰蒸腾 曝光冲销 啥 所有目光都齐齐看过去 果然就看到 极远处地方 有瑰丽缤纷的神灰流转 璀璨的宝光如若十字般涌现 呈现出一种惶惶神圣的气象 隐隐约约的 还能看到那地方 有着一座极为巍峨辉宏的宫殿 通体宛如仙金铸就 弥散出万千条神系光辖 这群仙剑楼索埋葬的机缘 定是在那里无遗 另一杯眸光灼灼 可那里同样有着极可怕的杀截 若我们过去 就极可能面临这些尸体生前 所遭遇的危险 成真沉声道 众人神色一阵明灭不定 皆有些犹豫了 看到这一幕幕 所以心中不由一阵好笑 这时间的机缘 岂可能是不遭遇任何凶险 便唾手可得 道兄觉得我们是否该继续前往 轻动须目光看向成真 去看一看也无妨 成真沉默片刻道 不过接下来的路上 诸位还请做好全力厮杀的准备 千万不可有任何麻痹大意 一旦遇到致命般的变故 务必第一时间撤离 万不可恋战 相比这一桩机缘 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众人接点了点头 当集结寄出各自的宝物 浑身气急轰鸣 做足了准备 花信封眼前一阵眼花缭乱 就借那些老家伙手中的宝物 无疑不是珍贵之极的圆道灵宝 各有各的玄妙和威能 咕咚 他暗自吞了吞口水 飞快传音给苏毅 道 公子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苏毅不动声色地将一个替身符塞给花信封 道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 这军仙剑楼一进内极可能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待会到了那宝光冲销的地方 注定会上演一场不可预测的战斗 这等时候 先摸清楚情况 再则机而动也不迟 这没替身符你收好 若发生致命危险 就将其捏碎 自可保命 温言 花信封也冷静下来 点了点头 很快 一行人朝前行去 一路上 依旧风平浪静 没有发生任何危险 可越是这样 越让秦栋须等人心争警惕 每个人就入绷紧的弓弦 一触即发 终于 他们一行人来到了那一片宝光冲销之地 就见神系千丈 从天雨垂落 将一座灰红巍峨的宫殿沐浴其中 此宫殿前 有三十三层石阶 每一层石阶皆有九尺高 根本不像是为人类所建造 每一层石阶两侧 各处立着一座雕像 那些雕像 奇形怪状 皆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妖类凶物 栩栩如生 唯独没有一个是人类形象的 石阶尽头 是宫殿的正门 有两根巨大的盘龙石柱撑起 石柱之上 各撰写着一行奇异扭曲 藏镜有力的金色字迹 仅仅是宫殿大门 便有九丈高 似由神经铸造而成 紧紧闭着 似在无尽岁月中至今不曾开启 宫殿大门上方 则是一块匾额 上写四个奇异扭曲的金色字迹 远远望着这样一座神灰弥漫 灰红巍峨的宫殿 秦洞虚等人皆凭生一股渺小之感 就如楼椅来到了天神居住的神宫 格外震撼人心 这样一座宫殿 简直就如神迹般 尤长空惊叹 那匾额上的四个金色秘纹 应该是群仙剑楼四字无遗 秦洞虚轻声开口 他和其他人一样 皆不认得这等金色秘纹 仅仅只能靠揣测来分辨 毕竟这里是古老实力群仙剑楼的遗迹 公子你可认得那些金色文字 花信封传一问询 这是古老的九大真灵妖文之一 由真灵神兽白色衣脉的十足所创 在修行界流传极少 只有白色衣脉的分支族群和姓正 才会经验和学习这种晦涩的古老妖文 所以随口便刀破那金色文字的来历 秦洞虚猜得不错 那匾额上的四字正是群仙剑楼 花信封呆在那 他只是好奇之下随口一问而已 不曾想 苏伊却竟真的知道 一副如蜀家真般的随意样子 本集播讲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播讲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眼波 魔仙 魔力 第三百七十九章主上 苏伊没有注意到花信封惊异的神色 目光看向那宫殿大门两侧的石柱上 略意观摩 他眉毛不由一挑 这一幅对联倒是有些意思 公子 莫非那石柱上的对联藏有玄机 花信封问 不 这是一种彰显大到心静的对联 当时这群仙剑楼的开派祖师所留 说着 苏伊将那石柱上的对联念出来 一叫睡西天 笑谷笑惊 笑东西南北 笑来笑去 谁知梦里乾坤大 只神绵净土 观是观物 观天地日月 观上观下 直到其中岁月长 听完 花信封不由在心中重复咀嚼了几遍 眼神枉然道 这其中有何深意 境界不到 就体会不到其中意味 若以八个字来形容 这对联主人的心境 当时花枝春满 天心月圆 苏伊说道 由此观之 此人的道横荡以真挚黄境层次 传人中 这群仙剑楼中曾走出过一位妖皇人物 拥有通天彻地之威能 想来应该就是此人了 花信封倒吸一口凉气 仅凭一付对联 就推断出其中的心境 确定这是一位黄境人物所留 这等眼力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还有 这家伙静还懂得上古九大妖 知道那些妖的来历 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两者交谈时 秦洞虚等人已沿着那一层层石阶 向上跃曲 每一层石阶皆有九尺高 寻常人需要攀爬才能往上 但对修道者而言 纵身侵略便可扶摇而上 苏义目光一扫那三十三层石阶两侧 分别立着的一座座石像 牟子微微一宁 传音给花信封 准备好替身符 花信封心中一阵 深呼吸一口气 将苏义所赠的替身符巧然握在掌心 不必太紧张 我之前看过 这座宫殿大门上的封禁力量还在 应当是还没有被人破解 苏义传音道 待会一旦发现致命的凶险 我们就先进入那座宫殿 强占机缘 花信封一正 难道这家伙已经拥有了破解那宫殿大门上的封禁力量的办法 思寸时 一行人已顺利抵达最高柱的石阶之上 此地极广阔 地面也不知有何等神料铺器 光滑如镜 弥漫神辉 立足其中 如至身烟霞云海征般 而远处那紧闭的宫殿两扇大门 高有九丈 四神金铸造 表面镇刻着一幅幅莽黄般的景象 有神秦横记长空 有凶兽踏破山河 有摇曳生子的古书撑起一方天地 枝丫扶摇周须之外 根须扎进九幽之下 还有无数的仙民 在晴天高的祭台前 后手膜拜 神色虔诚 那一幕幕大摇横行的景象 看得让心神站立 苏以眉头微皱 在那一幅幅画面中 人类一直是虔诚膜拜的样子 如若蝼蚁 扑服在诸多宛如妖神般的存在之下 果然是一个妖羞道统 苏以暗道 天下妖羞 一直自视甚高 尤其在人族修士面前 有一种天生的傲慢和优越感 当然 人族修士也大多看不起妖羞 认为妖羞之辈 皆善也 本帐未完 请翻页 见得飞禽走兽 草木精怪琐化 总之 妖羞和人族修士 谁也看不起谁 当然 共同点就是 无论妖羞 还是人族修士 向来信奉强者为尊 谁的拳头大 谁就能以德服人 哼 很快 秦动虚尝试以密法去推那紧闭的宫殿大门 结果一股静置力量涌现 直接将秦动虚的力量化解 遭受冲击之下 秦动虚一个踉枪 差点被那静置力量拍飞出去 这 众人见词 皆不由色变 让贫僧来试试 成真上前 双手和时 口诵佛经 身上周然涌现出一片金色佛光 凝结为一枚金灿灿的莲花印 朝宫殿大门扣去 宝莲花禁印 一种专门化解封禁力量的秘法 极为神妙 砰 和紧紧瞬息 在众人吃惊目光注视下 那一枚金色连翼如指壶般炸开 一股静置力量从宫殿大门上翻滚扩散 真的成真身影一个亮呛 等等等倒退出十多步 一身气息都翻腾不已 众人心中一沉 成真乃上林寺藏经阁长老 三位元附近老祖之一 大秦屈指可数的佛门圣僧 可连他出手 都和皮肤汗大树般 接下来 尤长空 顾经都等人陆续上前进行试探 可无一例外 就无法撼动那宫殿大门丝毫 这让众人脸色都阴沉下来 诸道友为何不去试一试 伤落语乎的开口 目光看向苏义 众人都不禁摇头 连那些大人物都办不到的事情 这来自大厦的周易 又怎可能办到 试一试也无妨 苏义说着 静止上前 只见泛起一缕青色霞光 如若避风似的 在那宫殿大门上飞快勾勒 几个眨眼而已 那宫殿大门上 一幅玄妙莫测的青色浮阵图案涌现而出 出乎所有人意料 当这一道阵图出现 竟是像和宫殿大门上的封禁力量融合般 产生一阵阵奇异的涟漪 光下流转 璀璨之上 这 秦洞虚他们睁大眼睛 可很快 那一阵阵涟漪波动就消弥无踪 宫殿大门紧闭 一如从前 窥然不动 众人内心刚升起的一丝期待 也随之消散 我还当周兄来自大厦 掌握朱般妙法 既能够在一堆画卷中发现那一枚金色玉碱 想来也应该能化解这宫殿大门上的封禁力量呢 如今看来是我想多了 商洛宇轻轻摇头 四喊失望 花信风气的都像抽商洛宇一巴掌 这话霹雳阳秋 阴阳怪气 简直可恨至极 苏毅没有理会 在他眼中 商洛宇已经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 就在这时 一道叹息声呼的响起 我也没想到 各位也算是大清修行界的顶尖人物 竟然会在这宫殿大门前碰壁 不过 这也正常 毕竟这座宫殿是群仙剑楼掌教浑天妖黄修行之地 不是随随便便谁就能开启 谁 秦洞虚等人皆是一惊 第一时 本帐未完 请翻页 监须是一代 做好战斗准备 就见这座宫殿远处拐角的地方走出一群人来 为首的 是一个身着黑色斗胖 肤色白皙 眼瞳碧绿妖异的男子 腰部悬挂一条盘绕成一团的星红长边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七八人 有男有女 气息皆极为可怖 原来是他 所以想起来 刚进入乱临海的时候 华月楼船曾遭遇一群鬼脸妖蜂的袭击 而操纵这些鬼脸妖蜂的 极可能就是这浑身透着妖艺气息的黑衣斗胖男子 所以清晰起的 当时这家伙还悲悲一笑 遥遥朝自己挥了挥手 同兴海 天神老妖 青沙水军 金氏老魔 果然是你们这些老东西 秦冻须等人骚动 认出了跟随在那黑衣斗胖男子身边的一群人的身份 而苏毅身边 华信峰飞快传音 把那些人的身份一一说给苏毅 同兴海 大秦阴沙门门主 宛如一个儒雅的娇书先生 头戴羽冠 手握玉尺 柳须飘染 比古境大圆满修为 天神老妖 青沙水军 金氏老魔三者 皆是大秦境内成宁多年的邪道魔头 凶名昭主 其中 天神老妖师园府境修为 青沙水军和金氏老魔一样 皆是壁古境后妻修为 除了这四个魔头 那为首的黑衣斗胖男子身边 还有其他三人 一个手之银色长腔的妙龄女子 一个紫山妇刀少年 以及一个高贯古服的老者 这三人虽显露出壁古境层次的修为 和气息却一个比一个晦涩和强大 比同星海等魔头有过志而无不及 而苏宜一眼就看出 这三人和那为首的黑衣斗胖男子一样 无疑不是夺舍者 呵呵 诸位道友 好久不见了 阴上门门主同星海笑着开口 眉梢尖尽是春风般温和的笑容 之前死在此地的紫丰剑斧刘莫寒 把吉剑斧莫寒之云岩山落途 施压灵铁莫楚等人 皆是你们所为 成真正眉开口 不错 说话的 是那为首的黑衣斗胖男子 他声音清朗 慢条思理道 我给了他们一个为我效命的机会 和他们去明完不灵 所以就只能送他们先死一步了 轻动须等人心中一寒 敢问阁下又是何人 成真神色凝重开口 目光看着黑衣斗胖男子 黑衣斗胖男子笑着开口道 我明楚修 区区一介修是罢了 成能身边的一众同道看得起 放我为主 尊称我一句主上 童星海在一侧恭敬说道 主上太谦虚了 在我等心中 放眼这天下 怕也找不出能够和您在大道上相提并论的 旁边其他人皆纷纷点头 一副身以为然的样子 一个个姿态摆得极低 温讯恭敬 看到这一幕幕 秦斗虚他们皆一阵心惊肉跳 须知 童星海等人 无疑不是震恕大秦境内的 邪道老魔头 气眼滔天 胸威强横 而能够把这些老魔头都收拾得服服帖帖 毕恭毕敬 这一切足以证明 那处修无疑是一个极恐怖的存在 本集播讲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播讲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三百八十章变数 轻动虚等人神色的变化 被楚修尽收眼底 他云淡风轻地笑了笑 道 诸位别担心 丑某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只要各位向我投诚 我保证带诸位如手足 童星海在一侧说道 诸位 这可是你们的福气 一般的修行之辈 还入不得我家主上的发言 天神牢妖笑吟吟道 不瞒诸位 我家主上已决定 等开启此地的机缘之后 就在此开辟道统 以化天神宗为名 传道授业 诸位信在投诚 以后便是主上大人身边的左膀右臂 他宛如少年 眼眸成妖异的金色 一系银袍 气息阴冷是人 化天神宗 听到这个名字 花信封眼神微微有些一样 他曾听苏伊说过偶尔提起 但凡妖秀一脉的宗门势力 最喜欢在宗门名字内加上仙神二字 以此标榜自己是与化灯仙之辈 向这群仙简陋 就是一个妖秀势力 而现在 这名叫楚秀的黑衣斗篷男子 竟要阵战阙潮 在寻仙简陋的遗迹之上 开辟道统 建立化天神宗 这让花信封一下子意识到 这黑衣斗篷男子极可能也是一个妖秀 想到这 花信封内心都不禁感慨 果然是听君一席化圣读十年书 苏伊随口说的一个常识而已 就让他现在仅仅从一个道统名字中 就推断出了有价值的消息 他忍不住看了苏伊一眼 却见后者神色淡然的栗在那 和秦动虚等人此刻那警惕戒备的凝重神色 形成鲜明的对比 阁下这是要让我等加入你所在的势力 秦动虚思不敢相信 忍不住问 可以这么理解 楚修点了点头 笑容谦和 我知道你们心中存在诸多疑虑 可没关系 只要你们效忠于我 我一一解释给你们听 若我们不答应呢 尤长空深呼吸一口气问道 呵 童星海等人都不禁笑起来 眼神玩味 神色稀缺 那紫山富刀少年冷冷开口 你们最好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机会给你们了 若不珍惜 这勋仙剑楼的遗迹 便是你们葬身之地 字字冰冷如刀 肃杀志气四溢 秦动虚等人脸色都是一变 这时候 楚修目光看向 聂行空 道 你来劝劝他们 莫要他们做唇事 众人一惊 就见聂行空走出 朝秦动虚等人道 诸位 还请敦西眼前 这一场千载难逢的机会 能为主上效命者 等那一场璀璨大事来临时 各位皆有机会 在大道之上一飞冲天 他骨骼粗大 一身粗布长袍 背负两把长剑 气息沉宁如巍峨大山 为是吉社人 和此时 身为乾隆剑宗宗主的他 却竟然不知何时 早已向楚修投诚 这让秦动虚等人脸色一变 成真更是窥探一声 道 果然 我们都上了聂道友的当 此地 本就是一个精心准备的陷阱 在场之中 没有苏毅和花信峰最淡定 他们早就知道 聂行空是夺舍者 而当得知秦动虚手中那份密图 也是由聂行空送出时 苏毅就已猜出 这家伙极可能就是个内奸 以密图为诱饵 引诱 本帐未完 请翻页 秦动虚等人前来 现在发生的一切 无疑印证了他们的推断 气氛沉闷 秦动虚等人皆欲感到婆妙 而此时 楚修目光又看向秦福 道 你呢 是否有喜事告诉我 在一众错误目光注视下 就见秦福站出来 恭敬朝处修行礼道 回禀主上 我玄月灌台上长老顾清都 愿意投诚 为您安前马后 话音刚落 就见顾清都上前 恭身见礼道 自从秦福跟我说起主上的风采 我变心生静慕 如今能为主上效命 是我毕生之荣幸 什么 看到这一幕 秦动虚等人都差点猛掉 又惊又怒 秦福乃是六皇子 却竟也早和聂行空一样 在暗中叛变 向那楚修投诚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连顾清都这位玄月观太上长老 竟也被秦福说动 投靠了过去 这一系列的变故 让秦动虚他们手脚冰凉 就是苏义也不由意外 他能猜到秦福有可能也是奸细 毕竟这子本身就是夺赦者 可他却没想到 顾清都这看起来浓眉大眼 威严十足的老家伙 竟然也早已叛逃了 良心则目而期 顾清都你的角色不错 楚修含笑点头 说着 他从绣袍中取出一柄 银白如雪的飞剑 递了过去 这是我从群仙剑楼遗迹中发现的一把灵剑 虽只是原道灵兵 但炼制手法却极为精妙 未能也撑得上顶尖 就赠给你了 顾清都躯体一阵 双手接过飞剑 信息道 多谢主上此剑 秦动虚他们神色变换不定 哪会不清楚 这是做给他们看的 秦福 你可是大秦六皇子 怎能做出这等事情 秦动虚愤怒开口 就见秦福笑起来 神色古怪到 实不相瞒 以前的秦福已经死了 秦动虚一正 不等他开口 楚修朝秦福挥了挥手 道 你的表现也不错 且退下吧 秦福犹豫了一下 却低声道 主上 我有一事相求 楚修为了一声 道 说来听听 秦福目光默地看向苏毅 道 此人之前曾当众羞辱于我 还请主上出手 帮我洗刷吃乳 他看向苏毅的毛子 透着浓浓的恨意 顿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苏毅 可此时 楚修看了看苏毅 却忽地笑起来 道 道友 你这一种枝术 的确堪称天衣无缝 但很不俏 我恰好修炼了一门秘法 当初在乱临海上时 便一眼看出了一些端倪 这这又是什么情况 秦动虚他们皆有些猛 这来自大厦的周易 竟也有问题 你这样一个夺舍者 居然能够看穿这一点 倒也让我有些意外 苏毅神色淡然 楚修赞叹道 道友的眼力也很不俗嘛 夺舍者 那名叫楚修的家伙 竟然是一个夺舍者 秦动虚他们皆似乎明白过来了 直觉今日之局势 变数从生 疑云重重 让得他们都快要反应不过来 内心皆愈发压抑和沉重了 道友都已经到了这时候 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 是不敢吗 楚修开口 本章未完 请翻页 他似也很好奇 苏毅究竟是什么人 有何不敢 苏毅审笑 说话时 身影疏然发生细微的变化 眨眼间而已 就已恢复原本的面容 是你 苏毅 孽行空脸色骤变 苏毅 寥聊聊两字 就如一道惊雷批在秦动虚他们心中 让得他们一个个皆彻底色变 浑身直冒寒气 他们这些大人物之所以联合在一起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对付苏毅 可谁能想到 他们要对付的目标 原来一直就跟在他们身边 苏毅 秦夫也愣住 似难以置信 竟然是他 商洛宇和另一杯皆惊怒交加 也有些始料不及 聂行空 秦夫 顾京都三人的背叛 就已称得上惊变 让人难以接受 而现在 苏毅身份的暴露 更像一道惊天霹雳般 让秦动虚他们都有疯掉的感觉 一场行动而已 可身边的众人里 不止藏着叛徒 还跟随着一个头号大敌 这让谁能受得了 怎么会这样 秦动虚失魂落魄 这次行动 他愁愁满志 自认联合一众顶尖人物 并可以破开重重困难 将群仙剑楼的机缘抢夺到手 甚至还能收拾一下苏毅这个大敌 那曾想 到头来却竟是这样一个局面 远处 顾兴都 秦福 灵行空等人 以及通行海等邪道魔头 也都惊议不定 这一幕 同样出乎他们意料 原来你就是苏毅 我听过你的名字和事迹 很早就对你极感兴趣 不曾想 却会在此地见面 这莫非就是缘分 这时候 楚修眸子泛起一彩 笑银银看着苏毅 宛如发现了一个西石珍宝般 缘分 苏毅笑起来 道 也算是吧 我对如你这般的夺舍者 可以极感兴趣 楚修哈哈大笑 道 既然如此 不如你投诚于我 在我身边笑命如何 你想了解什么 我统统告诉你 苏毅面露一抹机翘之色 淡淡道 就你这种小角色 也配 此话一出 童心海等人接脸色一尘 力胜呵斥 大胆 苏毅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家主上不敬 简直猖獗 这些笑命在楚修身边的老家伙 借神色不善 就仿佛苏毅那句话 踩到了他们的尾巴 一个个杀鸡毕露 行的 就见楚修风轻云淡地挥了挥手 阻止身边证人说话 而后 他笑着感慨道 还没有看出来吗 想让苏毅苏道友这等堪称妖孽的角色投诚 不动用一些手段是不行的 他那碧绿的瞳孔深处 隐隐由火焰般的光泽涌动 便在此时 由长空呼的冷不丁开口道 阁下 若您能帮我等杀了苏毅 相信我等都会心甘情愿投诚于您 为您笑名 顿时 轻动虚 成真等人心中一动 借刀杀人 本集播讲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播讲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